第43題 下表為四根金屬棒的資料 則何者最可能是為丙金屬 那我們可以看他原來給我們的圖當中 在同樣的電壓之下 丁的電流最小 甲的電流最大 那麼根據V等於IR 如果一樣的電壓 電壓電流跟電阻會成反比 所以呢我們知道丁的電流最小 表示他的電阻是第一大的 然後呢丙是第二大 乙是第三大 那麼甲就是最小第四大的 那麼我們又曉得 電阻的大小是跟材質有關 那麼這個材質的都是鐵 所以就跟這個材料就沒有關係了 然後會跟長度成正比 長度越長 電阻就越大 會跟截面積成反比 面積越大電池就會越小 我們看到呢 A金屬棒的長度最長 面積最小 所以呢 他是一個 電阻最大的 然後我們又看到了我們的豬呢 他的長度最短 面積最大 所以我們知道他的電阻呢 是最小的 然後B跟C 他們兩個長度一樣 可是截面積不一樣 截面積如果越大 他的電阻呢 就會越小 所以呢第2位的呢 應該是C 那麼第3位呢 應該是B 所以讓對照起來 我們就可以發現 我們的丙金屬呢 答案呢 應該的選的是B 所以第43題問我們說 合者最可能是丙金屬 我們答案選B 可以 買一 吃 感谢观看